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华美食建设和中国美基金共同主办的2017中国时尚盛典拿开帷幕 中国时尚自业时尚晚会也与晚间盛大举行 出来展现时尚元素 也希望筹集教育基金培养学习设计的中国留学生 在晚会开始前 工作人员和模特儿紧张地在后台做最后的准备 而嘉宾们纷纷拿起精致的美食和鸡尾酒谈笑风声 背景板前闪光灯不断 一刻不停地按摩快门就有精彩的片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电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手握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威威 威威到来 纽约曼哈顿 2017 中国时尚盛典 晚会一开始 就颁发了两个沉甸店的奖项 荣获时尚先锋奖的摄像师 陈曼也是在感言中惊惧频出 为其颁奖的华裔设计师 谭燕玉更是大呼 陈曼是我最喜欢的摄影师 荣获时尚传奇奖的是 86岁高年的模特尔卡门 他一身红衣非常引人注目 入场时就用独特的气质 整巾全场 接过奖杯笑容满面 而随后进行的是慈善晚会 几件拍卖品都非常有意义 嘉宾们热情高涨 风轮尾拍卖品里争我多 而主持人这一系的幽默 也似得全场笑声不断 我们下位獎 6500户 510户 510户 碗ْ620户 6500户 谢谢大家 大猪 大猪 中了 大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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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猪 最好的 would 小猪 大猪 每一遍,请多多欢迎来到美丽的城市 的吉兰坡 南与时装秀是最后的惊喜 漂亮的搭配让模特能展示的淋漓禁止 结束时这门一游如族 现场掌声闪亮,一直延续到灯光暗色 高维维 维维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